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3.0T的标配的是要加钱的 裸车中规最高配得至少100 办案牌照得110万左右 这台车是14年1月上牌 本地一手 只行驶了86000公里 现在的价格是33万5 这个豪车跌得多 这个车的卖点就是本地一手 中规最高配 能想象的东西几乎都有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白色的宝马X6是中规最高配的 3.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个8速锁子一体的JF的变速箱 电子档 宝马招牌式的大鸡腿 我们看一眼这车的配置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后视镜可以折叠 不动大灯 然后多功能放映盘 这边是车载电话 这个还带换挡拨片 巡航定速 这是宝马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中间这个屏幕不算大 我们来看一眼中排 双区自动空调 电加热座椅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陡坡缓降 ESP 电尾 电子手刷 玻璃辅助 天窗 这个是它的HUD抬头显示器 座椅是电动电加热带机翼 这个宝马车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经常摆上 看一眼 这车的说明书和保养手册都在这 非常整齐 所有的负件都整整齐齐都在 这种车性过一阵 但是国产的很多车型根基 包括奔驰在内都有类似的车型 是一款非常个性化的车 特别适合年轻人 宝马车很容易找到人车合一的感觉 动力澎湃 这么大的车 3.0T的发动机 绝对是够用的 2.0T的我个人认为有点小马拉达车 但是现在涡轮增压发动机 强化程度都很高 现在不光宝马 就是大众也都开始用这种涡轮增压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橙色非常新 才跑了8万多公里 本地一手 原装进口大冒手续 宝马X6的后排空间 尺寸倒是够 但是头部空间 毕竟它这种溜背式设计 头部空间只有一拳 和X5比 确实不一样 它的设计比较另类 西部空间头部空间都够 但是太高的个子坐后排 不是很舒服 都是很舒服 我们看一眼这车后排 后空调出风口 这都没问题 看一眼这 中央副手宽大舒服 有两个背座 基本上 这车基本都是两个人的车 后排空间 配置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了 程式很好 棕色的真壁座椅损耗很轻 这个车就是长期一 两个人加十 后排基本没坐稳 非常的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宝马X6 它跟X5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车身的后部 后上部 如果大家只看这上半了 就像是宝马的GT 这是轿跑 轿跑的车型 但是它是SUV 我们看一眼这车的车尾 后排的容积就不是很大了 因为它C路流线非常大 所以这个空间跟差不多比 确实是小了不少 所以可以支持按比例放导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后边的工具 基本上是有备胎的 小尺寸的 工具都非常整齐 都在这 新款的宝马奔驰 现在都用这种防暴轮胎 就没有备胎了 我们看一眼这备胎 白颜色的车身 外观亮丽 中规大帽最高配 原装进口 本地一手 10跑8万6 车子的橙色非常新 喜欢的朋友 不要错过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